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神秘感染》的第二部 影片一开场 上一部的女主角春花从车里出来了 已经变成丧尸的她摇摇晃晃 跌跌撞撞撞是贱人就挠了 这个时候她妈咪及时赶到 春花也没客气 上去吭吃一口就把她妈咪给咬残了 警察也没客气 一枪就把春花给毙了 感染的第四天 跟春花亲密接触之后 铁锤着心理师七上八下 她来到她姐夫的诊所 让她姐夫帮她好好的检查一下 姐夫说你打算让我帮你检查什么呀 铁锤说什么都差 而且这事千万不能跟我姐说啊 她整天啰里巴塑的大道理比谁的都多 我听着都烦 姐夫出去之后 铁锤发现自己的后背出现了变化 哎呀 我发现这种类型的影片 主人公的动手能力都特别的强 一瓶高度酒几块破药棉 甭管什么病全都能搞定 从诊所出来 铁锤接到了警察东梅的电话 让她到警察局来一趟 东梅把铁锤叫来的目的 是要打净一下夏合的情况 在上一部影片中 冲花不仅把病毒传给了夏合 还把夏合残忍的杀害 夏合死了之后很快就变成丧尸了 当时冲花已经开车走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铁锤就是夏合的情敌 那夏合能客气得了吗 一个恶狗扑舌就扑上了铁锤 不过也该着这夏合倒霉 自己主动装到了刀件上 接着东梅又问起了冲花的情况 一想起冲花 铁锤是黯然销魂无为杂陈 东梅说你跟冲花有没有那种关系 铁锤说我们是清白 冲花是个雷斯边 他女朋友秋菊在棕榈酒吧上班 东梅说你可能还不知道 秋菊也已经交了饭票 铁锤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东梅说见没见过这个毛蛋哥 其实那天晚上 冲花和毛蛋哥在一起的时候 铁锤从头到尾看完了整个过程 但他却不愿跟东梅说实话 铁锤平时跟他奶奶生活在一起 他奶奶是个风趣幽默的老人 一辈子阅人无数 江湖经验甭提有多丰富 可是不有那句话吗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 没想到在硬沟里翻了船 奶奶把铁锤喝剩下的酒硬而进 病毒顺着他的任多二脉 就流向了他的中心地带 到了晚上毛蛋哥又出来做爱 把一自食其力的女孩也麻醉了 感染的第五天 要说铁锤这身体素质就是好 抵抗力也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病毒好像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 铁锤跑完步回到家 觉得这屋子里出奇的冷 他在刷牙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眼睛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种种的症状跟当初春花的几乎一模一样 吃早餐的时候 铁锤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毛蛋哥的通缉 说毛蛋哥是一系列性犯罪的非常嫌疑犯 这个时候一直暗恋他的女孩大眼妹来到了他家 大眼妹是个护工 奶奶健康方面的事情一直都是他在负责 两人正聊着 铁锤接到了姐夫的电话 姐夫说化验结果出来的 你啥毛病都没有 铁锤一听 这心里这块石头酸落了地 要不说拥疑害死人 这么高大伤的病毒 换一个血肠鬼能查得出来 这毛蛋哥其实就是一死变态 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报复社会毁灭全人类 铁锤的姐姐龙套姐跟夏合是不错的朋友 已经怀孕八个半月的他此时正沉浸在幸福之中 因此对于夏合的死他显得一点都不难过 要说龙套姐这推销水平不服可真不行 在这种场合居然还向大家伙介绍他自己的新书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铁锤开始出现幻听了 并且鼻血还滴在了蛋羹里 铁锤这边刚去卫生间 没心没肺的龙套姐就把迪友他鼻血的蛋哥给吃了 晚上铁锤和大眼妹来到酒吧 吃瓜的大眼妹情不自禁的亲了铁锤一口 这一口虽然是浅尝折止 但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大眼妹这边刚去卫生间 铁锤突然觉得天旋地外 眼瞅着叫晕倒 就在这个时候毛蛋哥及时出现了 经过调查 警察都没终于查到了毛蛋哥的地址 他摸到毛蛋哥的地下室一看呢 只见墙上写着我是终结者的字样 旁边还贴着一些受害人的照片 其中就有铁锤啊 当他正瞎悬梦的时候 之前被毛蛋哥麻醉的自食其力的女孩突然出现 此时女孩已经变成丧尸了 企图把东梅咬成铜类了 经过一番肉搏战 东梅虽然把女孩给毙了 但带有病毒的血液已经侵入了他的体内 毛蛋哥把铁锤带走之后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举动 只是说了一些观众已经知道的事 啰里巴缩的废话特别的多 感染的第六天 铁锤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他奶奶由于年龄大抵抗力差 病情发展的也是异常迅猛 铁锤开车来到姐姐家 他姐夫一看吓了一跳 说你这情况可不妙啊 得赶快上医院啊 铁锤说我这病医院根本就治不了 只有找到毛蛋哥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希望 国土安全部生化防护局的眼镜书 给东梅播放了一段录音 毛蛋哥在录音里说 我是死神士兵魔是终结者 人类是一种必须被消灭的心意的 总而言之 毛蛋哥就是想庆祝全人类 要说这可比灭霸的野心大得多 眼镜书说 防护局在一年多前就开始监视毛蛋哥这孙子了 刚开始我们以为他就是一精神病 后来他每天记一盘录音 他的威胁指数已经上升到了反社会级别 直接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传染性病毒性病原体 死亡率百分之百 而且可怕的是 我们目前对此毫无办法 都没说你的意思是 他在故意的散报病毒 眼镜书说不 我的意思是毛蛋哥就是病毒本身的 哎呀 还是那句话 这种类型的影片 无论病情有多么的严重 主人公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处理 忙活完之后 铁锤往家里打了一电话 可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铁锤意识到不妙 急忙又联姻上了警察东眉 铁锤说我奶奶可能出事了 你现在马上去我家看 大眼妹自打亲的铁锤之后 病毒很快就在他体内展开了公式 这姐妹正上课的时候 铁锤突然出现 铁锤说你也被感染了 目前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如果想保重命 那就必须找到毛蛋哥 那孙子手里一定有解药 东眉带着人来到铁锤家 此时的奶奶已经变成了丧尸了 上去坑吃一口就把警察给咬肺 东眉也没客气 一枪把奶奶给毙 铁锤带着大眼妹来到胡子哥家买枪 原来那次在夏和家举行的派对 毛蛋哥之所以能参加 就是胡子哥带着他去 铁锤说毛蛋哥到底住在哪 胡子哥说我就是一毒贩的 我连我妈住哪我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知道一个人渣在哪住呢 双方正僵持着的 东眉带着人突然杀到 铁锤和大眼妹被送到医院之后 大眼妹很快就挂了 这铁锤由于身体素质好 还一直和病魔作斗争 而警察东眉也开始出现症状 这个时候毛蛋哥乔装 打扮成医生摸到了铁锤的病房 哎呀也不知道这哥们是怎么想的 消灭全人类这种宏伟的计划 怎么能这么草率的行动呢 一看就干不成什么大事 紧接着是铁锤和毛蛋哥的一场肉搏战 由于已经病入膏肓 铁锤最终被毛蛋哥砍枪给毙了 警察东眉一看当时就瞎屁了 眼瞅着东眉要领喝汗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刚刚变成丧尸的铁锤站了起来 上去就把毛蛋哥给咬死了 东眉意识到长痛不如短痛 不得已把自己的救命跟人杀了 影片的最后还放出两枚彩蛋 第一枚彩蛋是铁锤的姐姐龙套姐变成丧尸了 要说这编剧也够丧心病狂的 居然连孩子也不放 在第二枚彩蛋中 第一部影片中 那个为春花看病的医生王大白来到一房间 亲切看望了被铁锤咬上的毛蛋哥 原来这老家伙才是幕后的大boss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做人一定得自律 不要随便闷得闭 违法乱记瞎胡来 迟早让你嗝的屁